歡迎收看健康2.0 我是姜葳俊 我是韋汝 你有健康方面的困擾嗎 你想要有更多的健康的知識嗎 趕快下載健康2.0的APP 裡面有個健康的AI小助理 不管你問他任何問題 他都會馬上告訴你一些答案 其實失眠是很多人的困擾 以台灣而言 我們2300萬人口 竟然有快要500萬人 有失眠的困擾 就是說平均每五個人裡面 就一個人會有失眠的問題 大家都會這樣失眠 大家就會去吃安眠藥 沒錯 在台灣一年就會吃掉11億顆 超級誇張好不好 可是你知道嗎 你在使用安眠藥讓你入睡的同時 最近有報導說 使用安眠藥會增加失智的風險 我覺得失眠 它就是一個惡性循環 因為你前一個晚上沒有睡好 中午下午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累累 那乾脆來補個面好 沒有想到午覺睡下去 晚上又睡不著 不管你睡得好 或是睡太多或睡太少 其實都會增加我們心臟的風險 其實很多晚上失眠 也有很多的原因 可能是鄰居不好 可能是伴侶不好 在那邊打呼 也可能自己心事想太多了 今天就要教你怎樣快速的入眠 同時你知道怎樣入眠之外 睡覺的知識也很重要 今天也要教大家一些好的睡姿 沒錯 當我們沒有睡好的時候 或是睡不著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大家要解決的方法 都會想到 我吃安眠藥應該可以吧 像是藝人臨美照 她吃安眠藥吃了30年 最近被醫生警告說 她有失智的風險 對 那個美照姐 其實也是美魔女 六十幾歲了 你可以想像她吃安眠藥30年 對 他說她曾經 最高紀錄就是 就是嘎三部戲 一個禮拜幾乎沒有睡覺 終於她可以回家睡覺了 可是她到家裡 因為太累了 竟然累到睡不著 累過頭睡不著 對 睡不著怎麼辦呢 因為她媽媽有吃安眠藥 她就想說吃媽媽的安眠藥好了 那當然就是說從一開始都這樣 她從鎮定劑 媽媽有鎮定劑 她想說先吃鎮定劑 鎮定劑吃吃吃吃吃吃 吃沒有用就吃安眠藥 還是從輕的吃到重的 對 那他說他最高紀錄 一天吃了八顆安眠藥還睡不著 八顆 才可以睡著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八顆很可怕 那個到底起不來 對 那他自己有講說 他什麼時候才意識到說 他不應該這樣子做 因為他說他曾經就是 因為他房間有冰箱 冰箱會冰飲料 那他明明記得 我前一天開冰箱只剩一瓶 我也喝完了 隔天回來怎麼發現冰箱全補滿 問家人說誰這麼好幫我補 沒有人幫他補飲料 奇怪怎麼會這樣 完全想不起來 一直到他 比方說先不管他要出門了 出門之後開車的時候 怎麼發現車上有一張發票 這個發票時間是睡覺的時間 比方說凌晨兩三點 他去賣場買一堆飲料回來 半夜他去買都忘記了 自己不知道 斷片完全不記得這樣 所以他就因為這樣子 他覺得好像不可以再吃 安眠藥了 後來就是有去發現自己 就是台詞記不住 拍戲的時候 然後就是精神常常不好 然後也會有點恍神 去檢查的時候 他才發現說 他的腦部功能有損壞 也才意識到說 對 我媽媽以前也是吃安眠藥 吃到後來媽媽失智 連這個怎麼穿衣服 連怎麼上廁所都不知道 他很怕他自己跟他媽媽一樣 所以他就決定他要把安眠藥戒掉 因為那時候醫生跟他講說 你要知道 醫生也在這邊嗎 吃安眠藥的人 罹患失智症的機率 他自己講的 說是比一般的人高25倍 真的很扯 很可怕 他會一直吃安眠藥 所以少了醫生做人腦神經的檢測 發現他腦部功能已經嚴重鼠壞了 醫生就斷言他以後患失智症的機率 剩下25倍 就想請教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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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 失眠這個東西我們吃安眠藥 有時候安眠藥是醫生開給我們吃 對啊 吃安眠藥真的會增加失智症的機率嗎 那如果今天我真的失眠 我需要吃藥物 怎樣起來才會安全的吃安眠藥 好第一個 就是說 對症治療 對 一定要找到睡不好的原因 那如果說能夠找到原因 對症治療 最後不必然是用藥 對 但是在還沒有對症治療完成之前 藥物我們一般是建議可以暫時輔助 緩解他的症狀 對 那在我們台灣健保 給付的支出安眠藥的費用 其實非常龐大 我們從2021年的時候 辦研討會 當時是衛福部委託 我們協會辦研討會 2021年由健保支出的是10.5億顆 然後那時候我們已經在呼籲 大家千萬不要沒有做檢查 直接開藥 但是到去年2022年的時候 變成11.2億顆 所以這呼籲好像是完全 完全沒有效 其實很少人 我們平常在整間病人 跟我講說失眠 我會稍微開給他幾顆 意思一下 也沒有在做檢查的 對 那剛剛講到失智的風險 其實根據美國的NIH 美國國家的健康 這個醫療資訊中心 他們認為 他們統計了3400多個 65歲以上的長者 如果服用三個月到三年之間的 這個安眠藥的時間 增加失智風險會多20% 才三個月就開始受傷了 三個月就會了 對 然後超過三年以上 會多54%以上 一半了 對 而且大部分 尤其是在台灣 其實我們的健保 健保已經有規範 安眠藥使用 其實最好不要超過六週 對 連續使用的話 最好不要超過六週 但是如果醫生沒有幫 這病患做檢查 其實怎麼可能六週就不用 對 一定要做檢查 找原因才有辦法 對啊 所以想呼籲大家 有時候你一直逼醫生安眠藥 其實現在健保就是管很多 因為我們那個安眠藥 如果開連續超過一週以上的話 他就說你要找專科醫師才能開 對 而且如果你常常開的話 你健保會不會助具你是關懷病患 所以他叫我們多關懷你 各位可以看 從2019 2020 2021到2022 哇 失眠人數越來越高 安眠藥越開越多 吃掉我們健保的額度 已經到了23.5億元了 那有些人會說那我吃一個很可怕 我就自己撥半 吃半顆這樣吃可以嗎 其實這個也不正確 譬如說我們最近有一個 內科的工程師 那他其實 平常工作效率很高 但是因為壓力太大 他慢慢就睡不著 那後來幫他開 他就說他也怕吃藥 就幫他開輕的 結果開輕的 他說還是效果不好 對 那後來 他就自己加倍 加倍之後 變成白天就混混沉沉的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跟他說 其實你的狀況 在還沒有做檢查之前 我們還是依據醫師的依囑 建議怎麼用 你先怎麼用 千萬不要自行加藥或減藥 要不然的話 有時候有些人更好玩的是說 我吃了一個禮拜 覺得比較好了 他就自己減量 結果開始睡不著 然後後來就更嚴重 就反彈 就rebound phenomenon 那這種情形其實都是 對身體是不好的 尤其是對後面的治療 反而是有反效果 對 因為大家一個感覺就是 我失眠就吃還沒藥 其實這樣招醫生的講法 應該是要先去找原因 是還沒找到原因之前 安眠藥只是暫時讓你幫助你入眠而已 不要把它當作一個長久治療方法 其實很多影響都會影響到 讓我們失智 而且不只失眠而已 現在問一下欣美 你有另外一個病人 竟然因為失疹而失眠 而且平常到底哪些壞習慣 會繞著我們失智 其實這個病人 他因為失疹而失眠 跟他失眠 失疹而合併有一個失智的症狀 跟他的睡眠有關 我們剛剛還是要特別講一下 因為其實看到剛剛統計數字 我相信很多人很害怕 想說我連續用三年的安眠藥 我就可能有50%以上失症的東西 那我是不是就不要用藥 其實我們客觀來說 單純的你的這個睡眠品質變差 已經被觀察 真的還是會直接造成失眠的問題 那理論很多我就講其中一個 就是當我們在生成睡眠的時候 我們的腦脊隨意 其實會幫我們清除 我們裡頭的一個叫做 β類電粉蛋白酶 那這個東西被研究跟 阿載默症有很高的關聯性 所以其實不要因為說 我今天我播半顆 結果我每天只睡三個小時 折衷好不好 其實這樣還是不好的 那我自己是 臨床患患患患 他有一個滿有趣的一個病人 讓我印象很深 他是80多歲的一個男性 那這個病人他來的時候 其實有兩個共病症 第一個是他有一個 非常嚴重的失症 第二個是他其實就跟我描述說 他已經被醫生診斷為 中度的失智症 所以他其實有這兩個問題 那那時候其實在過程中 確實一開始 他是沒辦法跟我對話的 也記憶力非常的短暫 後來才發現 其實這個失症嚴重困擾到 他半夜的時候 他還會抓癢 所以他基本上整個晚上 大概就一兩個小時 是真的覺得自己在睡覺的 後來我們再把失症調整好 當然他的睡眠也變好了 其實滿有趣的就是 後來他跟我的應對 真的就慢慢變回正常 那最近他正在安排 再一次的那個失智症的評估 我們當然也希望是有好消息 所以其實我們還是要特別講 假設你是睡眠不好的人 找到原因 如果真的不行 這個短期 那用安眠藥 讓自己至少睡好 這樣其實還是很重要 那我們在觀察說 到底失智症 還有什麼原因 其實列舉四個 看大家中了幾個 剛剛第二個我們講過 我們講一下第一個 其實這個意思 久坐不動 倒過來講 就是你要多運動 其實有些研究發現 假設你一週運動三次 一次三十分鐘 你三個月後 你的腦的血量會增加15%以上 也就是說你多運動 其實對腦部是有症相關 它不是只對健康有相關 腦部也會幫助 第三個我要特別講 尤其是一些長輩 當你這個有些智能的退化後 你就更萎縮 你更不願意跟社會接觸 相反的這個時候 你的接觸越少 刺激越少 你的五官刺激越少 其實你的失智退化的會更快 所以其實少減少壓力 睡眠或者是多運動 或者是多社交 都是預防我們失智症的 一個好方法 對 所以看看自己 有到底中了哪幾項 不過很多人就是躺在床上 明明他也沒有很晚睡 躺在床上的時候 就一直在想東想西 想了半天就 手錶已經三點四點 就還是睡不著 就要請教一下江醫師 這些失眠的人 他到底有哪些人格特質 其實有蠻多很特別的 第一個就是所謂 A型人格 他就是做事要求完美 所以他沒講出一句話 他就要反除 他講之前他要三思而後行這樣 講完之後還要檢討一下 自己的獎勵對不對 對 他會講錯 然後講錯可能還要再補充 但補充起來還要再三思而後行 那個就很糾結 反除思考的人 對 這我們在現代語言 就是所謂的小劇場很多 心裡面很多小劇場 一直在思考這樣子 第二個是 搞潮環的人 搞潮環 沒事就是連孫子今天有沒有喝牛奶 也在擔心 一直在想 這種事情也是會導致他們慣性的焦慮 那第三個就是所謂的 有一些對睡眠的迷失 因為很多人來到門診 一坐下來出診 江醫師我已經三個月沒睡了 怎麼可能 我就回答他說 如果你三個月沒睡 你今天不會在這裡 對啊 應該已經躺好了 躺定了 所以其實後來我們幫他做睡眠檢查 其實發現 晚上的這個睡眠的時間 其實超過一半以上 只是他知道的都是沒睡著的時候 睡著他自己根本不知道 所以我就跟他開玩笑說 就好像你看老公 都看缺點 有點都沒看到 對不對 對 所以他就了解 對 那種心中的焦慮就慢慢減緩 對啊 所以其實如果真的睡不著的話 還是要做一個完整的睡眠檢查 把自己的人格稍微改善一下下 沒錯 但是想東想西 真的你有時候叫他停止 他就還是會想出來 對 其實可以靠呼吸來幫助調整 是的 我有一位學生 他真的是工作非常的繁忙 是一位女強人 是一位律師 所以他平常工作壓力非常大 工作起來也是完全全力以赴的那種 所以到了晚上 他明明就是全身都已經很累了 超級累 身體很累 可是腦袋就是停不下來 對 一直會想東想西的 終於吃安眠藥可以入睡之後 會夢遊 就起來之後去廚房走一走 然後再走回來這樣子 所以他就覺得說 哇 這可怎麼辦 對 在瑜伽墊上 我遇到其他的學生 我都會讓大家用力流汗 可是到他 他連在瑜伽墊上都會求好心切 所以我會引導他放鬆 再放鬆 所以瑜伽的呼吸法 就是非常好的練習 你可以讓你的腦袋 不要再想東想西了 把所有的意識力跟專注力 都拉回到你的呼吸上面來 那我的學生在練習一段時間之後跟我分享說 他居然躺著練習 練著練著就睡著了 這真的是很棒 所以我就建議大家 在這兩個瑜伽呼吸法練習之前 早都洗好 然後換上你最舒服的那個睡衣 回到床上 你不管是坐著或者躺著 都是可以練習的 OK 第一個練習就是我們一定常常聽說到的 複式呼吸法 就想像你的肚子在吸氣的時候 彷彿一顆氣球一樣 它就慢慢地擴張擴張膨脹 在吐氣的時候氣吐出去了 那個氣球裡面的氣 它就慢慢慢慢地給它收縮 你的肚子這顆氣球 它就慢慢地變小了 要在練習的過程當中 你要保持肩膀也很放鬆 千萬不要撐起來 全身都是放鬆的 躺著坐著 然後你用你的慣用手放在你的腹部 就可以練習了 吸氣腹部慢慢地膨脹 擴張 吐氣的時候慢慢地收縮進去 呼吸越深越慢越好 有沒有說要做幾次 其實不需要給自己任何壓力 一定說我今天一定要100次 一定要50次 不做50次我不准睡覺 不用 完全不用 因為有可能你呼吸呼吸 深深地呼吸 你把所有的意識力都放在你的鼻吸鼻土 然後你的腹部的擴張跟收縮 你就睡著了 對 因為在那個過程當中 你沒有辦法想別的 對 你要想肚子怎麼樣突出來說進去 是 你就沒辦法想別的了 意識力就回來了 然後第二個練習呢 更沒有辦法想別的 因為我們要左右鼻孔交替呼吸法 怎麼做 對 一樣可以躺著也可以坐著 你的右手兩根手指頭鼻葉 然後把兩根手指頭放在額頭的位置 你就會發現大拇指可以輕輕地壓住 你的右邊鼻孔 你的無名指可以輕輕地壓住左邊鼻孔 所以大拇指先壓我們左邊吸氣 左邊吐氣 換無名指壓好 右邊吸 右邊吐 可是我剛好一邊鼻塞怎麼辦 對 鼻塞狂鼻孔 這個動作練習之前 我們如果有點鼻塞或是鼻涕的話 我們要先去把它醒乾淨 然後告訴大家一個小屁股 如果你左邊的鼻子會有點塞的話 你用一個毛巾捲成一顆球 這是我們瑜伽裡面的練習方式 你把它夾住在我們的左邊塞住 夾在右邊的腋下 右邊塞住夾在左邊的腋下 可以緩解鼻塞對不對 可以緩解鼻塞 它沒有辦法完全地根治 但是它可以緩解 同樣左邊右邊的 我們也不需要給自己壓力做多少次 只要專注地練習 就都會幫助睡眠 這樣你不會東想西想 讓你入睡前好好的呼吸好好的睡覺 其實很多人都有睡午覺的習慣 睡午覺起來真的超幸福的感覺 但是你知道嗎 如果你睡午覺超過一個小時 死亡率反而會增加百分之三十 怎麼會這樣呢 我們廣告之後回來告訴你 我是江坤俊醫師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加上開啟小鈴鐺喔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喔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喔 在下車上 按讚